本節目主持及嘉賓內容與本台立場無關 一杯茶 一位嘉賓 一個故事 Mastermade 茶之味 其實今晚我們很高興請了一位擁有三十多年工作經驗的品牌策劃師 在行內有叫做廣告界的周星馳 見到你一頭白髮的時候,沒有人認得你了,五哥 應該基本上都認得了 五哥的中文名叫陳順輝 很多人為何叫你五哥 我在家排第五 是嗎?五哥可以用咪咪走近一點 那你排第五 那你家有多少兄弟姊妹?六個 你也有六個? 是呀 我家也有六個 是嗎?這麼巧? 是呀,你排第五,我排第四 哦,我還有一個妹妹 哦,好 其實有所不知 五哥的家族是在西環 是嗎? 從小到大 從小到大 是呀,如果西環的朋友呢 我想他爸爸呢 他叫陳伯 陳伯在行內呢 他是做紮紙的 是嗎? 做些金魚呀 很多明星都很喜歡的 哦,即是有時候有很多明星去你們家裡買 是呀,是呀 那些紙紮的東西 是呀,很多的 是呀 那你爸爸去紙紮什麼呢? 我爸爸就去紙紮一下魚呀 即是過節的時候就是魚 但是到鬼節的時候就做這個大事工 是非常出名的 哦,是呀 那會不會有些殯儀的時候 那些我們就不做 哦,你們不做的 哦,那些不做的 哦,其實都做了很多年了 很多年了,應該要養大我們 哦,即是靠這個產業養大你們 那如果在西環的朋友的時候呢 我想如果自小都有在陳伯那裡的店裡 買個燈籠 買個燈籠 那我不知道當時是否只有五哥呢 哈哈,那五哥的時候可能是很年輕的 嗯,我們比較少回店舖 哦,話說由來 其實五哥也傳承了你爸爸 因為他不是說你剪子的功是非常強的 嗯,應該這樣說挺特別的 是嗎 OK的 那其實五哥呢 他其實現在是做品牌策劃師 嗯 那品牌策劃師裡面呢 現在他的團隊已經有五十多人了 嗯,現在的辦公室片部在香港啦 上海啦 廣州啦 還有台灣的 那今天呢 嗯,其實今天的季節呢 我也是進入秋天的狀態啦 那其實我唯一五哥呢 就帶了一個茶 那就是老白茶 就是老壽味啦 那很多人問我 什麼叫做白茶呢 那其實呢 白茶呢 我們有分白紅銀針啦 白毛丹啦 瘦尾啦 貢尾啦 那其實我不知道大家怎樣分呢 知道嗎 白紅銀針全部都是牙頭來的 還有很多毛毛 毛毛的抗氧化和安基酸味量元素非常高的 而它脫掉的那些葉呢 就是瘦尾啦 那你看到瘦尾呢 大部分都是葉 就是很少見到牙的 那而白毛丹呢 就是一牙幾葉 那樣 那而貢尾呢 就也都比較細條一點啦 那但是市場上也都不是那麼多的 那很多人就問我 什麼叫做安吉白茶 現在都很流行的 其實我想告訴大家 安吉白茶呢 不是白茶來的 那其實是綠茶來的 那它來自是安吉這個散份的 那只是它那個綠茶來講 它的味道就較甜一點 那所以呢 如果大家聽到以後 有安吉白茶這個名稱的時候 就是其實是綠茶來的 那很多人都問 為什麼要喝白茶呢 那五哥 喜不喜歡喝白茶呢 喜歡 為什麼你這麼喜歡呢 很乾淨的感覺 很乾淨 很多人問我去酒樓的時候 應該選擇什麼茶喝 那其實我說 因為安全起見也是綠美 因為沒有那麼多加工的技術 還有可能那個價錢等級 就沒有那麼容易造假 所以很多人就 其實綠美 其實很多人士都 我們有些老綠美 其實有些年份 我們經常說白茶 一年茶三年藥 七年是補 但是都要看看是哪一個等級 或者是哪一個品種 因為白茶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品種 其實我們在茶殼來說 我們有不同的茶樹 有些是灌木型 有些是小橋木 有些是大橋木 那灌木型 你會見到 它那個樹丫 有很多的枝款分配 其實我們去到台灣 或者是斯里蘭卡 印度 日本 大部分都是灌木型的茶樹 而小橋木 和大橋木 可能大部分是見到 在雲南 那些地方 你會見到 它的樹幹 有時是3米至10米 或者是15至30米以上 它單一的樹幹 那些品種的茶樹 的微量元素率會比較高 我們經常說 樹幾高 根幾深 那你會見到 現在在鏡頭前 最高的是 藍色天空的那個橋木 其實現在我們是記載了 是在雲南3200年的古樹 所以你會看到 現在其實你是受到保護的 就算你採摘的時候 你看到灌木型 大部分很多時候 都是用人手 都可以碰到的 是吧 去到中間 小橋木 大橋木 都要慢慢 去找人爬上去 慢慢去摘 所以 其實茶葉來說 我們在這個 山茶科科系來說 我們也有不同的品種 我們有史別種 中葉種 和大葉種 希望大家 以後對茶葉的認識 從一些基礎的知識去學起 好嗎 好啊 五哥 其實呢 品牌 形象 設計 很多人就問 其實 是什麼 等於 人喜歡穿什麼衣服 其實 產品都要穿衣服 這就是最重要的形象 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基礎的 對品牌認知的東西 因為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以為設計 就是設計 現在很多人都以為 設計了 標誌就等於一個品牌 其實還有很深遠的東西 我想問 其實你是讀哪科出身 我是讀平面設計 平面設計 是 在哪裡讀 我是在白英期 又是白英期 白英期 都出了很多 好厲害的設計師 很多很多很多 早期的設計學院 但是那時候學的時候 有沒有分哪個科系 沒有分到現在這麼細緻 現在反而 但是早期的時候 什麼都要學的 沒錯 因為在我的印象中 Fashion Designer 是 平面設計 廣告設計 或者是 很多的包裝 設計的概括範圍 都很廣 是啊 但是那時候 真的什麼都學了 什麼都要學的 什麼都要學 但是問題是 你讀完那科之後 第一份工 是不是都是關於設計 我是 第一份工 我做到現在 現在都是第一份工 是啊 做了超過三十多年 都是第一份工 當然有不同公司 也好到後段 是自己辦公司 但是基礎 都是在這個行業 做來做去 做來做去 所以沒有人不認識你 不如說 都幾多人認識 是啊 但是我想問 其實設計師很有趣 被人印象之中 很喜歡穿黑色衣服 也不是的 有些喜歡穿紅色 有些喜歡穿綠色 大部分 我看到市場上的 都是 很有趣 我見過 如果是設計師 很喜歡是黑色 但是做建築設計師 很喜歡穿深藍色 黑色二襯 是啊 黑色配什麼色都可以 哦 那是不是因為 有些神秘感呢 為什麼一定要選黑色 神秘感 神秘感是你給人的印象 是嗎 第二天吸骯髒呢 所以 吸骯髒 所以就選黑色 可能因為你們穿很多 畫畫 油彩 可能怕髒 所以要穿黑色呢 可能 可能 這個說笑而已 我想其實每一個 去選一件衣服 怎樣去穿的時候 其實他都有自己的風格 其實每個人的色彩 或者配合的顏色都會有不同 他都是反映到他們自己的專業行業 嗯 我想問一下 很多時候 其實平面廣告早期的時候 多不多 平面廣告早期 其實真的不算多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都沒有人知道 什麼叫平面廣告 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沒有人知道 可以解釋一下嗎 我記得我們剛剛入行的時候 最有名的那些 就是畫的 戲院那些畫 以前是畫出來的 我們小時候入行的時候 就很多時候會遇到這些 哦 是的 就是戲院的照片 一出電影的時候 畫那個圖片 是呀 是呀 那些都是很高手的 在我們角度裡面 是呀 因為要學素描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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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知道我小時候 我的同學 有些畫素描畫得很厲害 嗯 有些可能是畫一些彩色的 一些藝術的方法 其實設計方面 那個範圍都很廣 很廣的 是呀 真的很廣 然後到後段就會鼓勵 有些人而已 你可能要 mentors 剪紙也是個行業 返之後 積錢也是個行業 龍太太 不是每個人都有剪到的 ungs給你聽 有一些人 拉一把兒鏡線 真的不得到 沒這種天分 每個人都會有他的強項 沒錯 我想天生我才必有用 那我們都會是怎樣發揮 你的專長 我想問,什麼是平面廣告?什麼是品牌策劃? 其實大家都很混淆 簡單來說,平面廣告其實是包含品牌的其中一個小部分 只可以這麼說,是一個小部分 細分出來可以很多 比如平面廣告可以包括一個標誌,一張信紙,一個卡片都是平面廣告 但如果現在是一個品牌,可能是很立體的東西 比如一間屋,或者整間公司的裝修 這些都是一個品牌的形象 我們介分就是這樣去定義 起碼我們都略知 其實一直我們訪問的時候,有看到五哥的作品 其實你和我們息息相關的可樂可樂,都陪伴著我們成長 其實原來你和他們都做了三十多年 好,不要壞了,都一段長時間 都一段長時間 好,三十多年起碼是一半 好,很長時間 其實為什麼你,其實你面對有大小的品牌的時候 其實你在,你都說了都做了三十多年 那你三十多年的期間,其實也有看到那個行業 有不同的設計趨勢,或者演變 其實我可不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這30年的時間其實在香港、國內、海外 平面設計、品牌撒謊有什麼轉變 最大的轉變就是在線上 線上是一個最大的轉變 如果要以一個最大的分界點來說 因為以前的東西所有都在眼睛看到或者摸到 現在可能你在線上的東西的時候 即是在線上的時候你只是感覺到 你不會真的摸到 即是直至你買了回來 你才會摸到那些東西 但是那個設計要令人很深刻印象才行 當然啦 要不然你怎樣吸引到我 我特意不去碰 我都想去買 沒錯 那個設計真的要很漂亮才行 設計漂亮是一個很基礎的東西 但大家都知道我是做茶的專業行業 其實我們有時候很多時候 朋友都會送很多茶葉禮品給我們 包裝很漂亮 但誰知道打開茶葉去喝的時候 為什麼都是一般的呢 但也有些很漂亮的茶葉的時候 因為沒有包裝的時候就賣不起錢 沒錯 沒錯 批發那些就變成了 是的 其實在很矛盾的 就在消費者或者我們做茶學業的時候 其實我們做老師做了那麼久 其實有時候都看到茶葉其實都是漂亮 就不需要那麼多花樣的包裝 其實我們只要喝茶的質量而已 但是當我們攤出來給別人去賣的時候 他說 你沒有包裝我不買 那賣不起錢 但是反而我們換了包裝之後 他說 就是我要買這個包裝 嗯 是啊 很正常 人靠衣裝 其實都是一樣原理 你想想 如果你不把那個東西擺漂亮它 或者包裝漂亮它 赤裸裸放在你面前 你當然賣不起錢 其實那時候我記得有一個成語故事 叫做賣豬還豬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成語故事 賣豬還豬 是啊 那時候很有趣的 就自古有一個人 有顆珍珠很漂亮的 拿了珍珠的時候 有一天敲門去找一個達官貴 我想買這顆珍珠給你 因為我覺得你買得起 但是誰知道 那個人打開了 我不買你的顆珠 後期他怎麼辦呢 他的顆珍珠很名貴 可以怎麼辦呢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